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现在在 中国时间是早上八点 已经八点多了 八点多 我知道咱们加拿大时间是晚上七点多 在上一周 也是这个时间 我在线上跟各位老师见面 我知道可能有些进这个线上 可能会有些早一些 有些晚一些 甚至今天可能是 有些老师第一次进来 我想就上一个课程 我的要点给大家再回顾一下 上一次呢 我重点给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层意思 唱歌的好处 我经常给我的队员就讲 这么几句通俗的话 第一 唱歌有益于身心健康 唱歌有益于交友会友 唱歌有益于 延缓我们的大脑的衰老 同时呢 唱歌有益于 焕发我们的精神面貌 这是唱歌的好处 另外我也讲 我说我们本身每一个人都 自身带了一件乐器 这个乐器就是两片 肌肉 在我们嗓子里边 这个 长的这两片声带 这个声带开发好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一位好歌手 我经常会接触到一些朋友说 哎呦 我五音不全 我不会唱歌 其实这句话 也许是谦虚 但我讲 只要你能说话 你的声带就在作用 你的声带在作用 你就有唱歌的能力和条件 当然我讲了 唱歌有两个问题很难解决 第一 是先天性的这个音盲 我想的就是对音高的识别力差 音高的识别力 鉴赏力 能力很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生理上 生理上就是有些 他就是后天呢 有些是职业的问题 有些是不知道用嗓子 唱着唱着把嗓子唱破了 完全失声了 生理条件被完全破坏 这种情况确确实实 很难用声音去表达 但是不能不说 他不能 不会唱歌 只能说是声音条件不具备 不具备 我想这是上一周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呢 重点我是强调 歌唱理念 我想任何一位歌唱爱好者 想把歌唱好 不要急于去开发你的声带 不要急于去练某一首歌 首先你要认识到什么是好歌手 什么是好声音 怎样把一首歌唱好 因为我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我的课题呢 不是如何唱歌 而是如何唱好歌 所以说呢 我强调了几个理念 第一呢就是 要唱出最能打动自己 感动别人的歌声音 这是在情感上的理念 首先是自己要能够感动 你才能够打动别人 第二句话呢就是 唱自己最能表达的作品 最能表达的作品 也就是说 不要盲目去追求 不要听到 别人唱的歌特别好 我也要唱 你也唱 也许你唱不好 这里边有几个原因 每一个歌手 他所选择的作品 之所以能够打到你 那是他一定能够驾驭的 这个作品 他的音色 他对音乐作品的感觉 他对音乐语言的把握 把控 他对咬字 吐字 声音的准确性 这个 可不是他 一两遍 两三天 所能够达到的 他一定能够 非常驾驭的作品 我想是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不要盲目 不要盲目 第三呢 第三句话就是 一定要自己唱着舒服 自己唱着 最轻松的作品 最轻松的声音 我想 第四呢 就是 一定要 把自己的歌声 像给 别人讲故事一样 讲故事 用音乐的语言来讲故事 用旋律来讲故事 而不是喊口号 而不是喊口号 我们唱歌呢 还要树立一个理念 唱歌最终是什么呢 最终给大家传达的是什么 我想是传达的是语言 唱歌最终是在为语言服务 语言呢 有两种 一个是文字语言 二是音乐语言 其实我们每一位歌手也好 我们每一个演奏家也好 最终完成的一个作品 解决的问题 就是解决语言问题 就是解决语言问题 那么我想想 就包括两个语言 一个是我们的文字语言 一个是我们的音乐语言 这个待会儿第二节课的时候 我可能会说到这个问题 会说到问题 那么我想上一课的 我还要讲到了用声的理念 用声的理念 这个可能有些老师进来的晚 可能没注意 用声的理念呢 我特别强调 特别强调 高尖响亮 声思历劫的用声 不是唱歌 那不是唱歌 我只能说那叫喊歌 那叫喊歌 他的用声理念就不对 那更不要说是用声的技术和方法了 那么什么是好声音 什么是好声音呢 我想在这儿呢 高 通 实 清 柔 亮 高 就是位置要高 通 高音 到中音 到低声区的低音 上下 要贯通 上下是一条线 没有痕迹 他不管怎么走 他的走向上下 没有痕迹 没有痕迹 不要宽了唱 要上下 竖着唱 要上下竖着唱 实就是让自己的声音不漏气 把你的声带用足 用好 就像我们有时候 有些生活当中 有些拉耳壶 拉小提琴 你看有些人 哎呦 拉出来的声音特别好听 音色特别好听 那说明 第一 他功夫下到了 第二 他的用功的力度 他的手上 把位 他的力度 和柔韧度 他都掌握了 掌握了以后呢 他的声音色彩好听 声音色彩好听 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人生也一样 反复练声 反复练声 练的是什么的 练的是气息 练的是色彩 或者是叫练的声音的 这个质量 练的声音的质量 我想就是要识 轻呢 就是我们 用声的理念 要学会轻声歌唱 不要去喊 不要声嘶力竭 不要高尖响亮 不要一唱首歌 就想喊口号 这个待会儿 我也会说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一唱歌 包括我们很多 合唱指挥 几十年都在走务区 辅导大家唱歌的时候 都是高尖响亮 都是高尖响亮 柔呢 就是让自己的歌声 要很圆润 要很圆润 减少颗粒 减少坎坎 减少坎坎 让自己的声音 很柔美 很柔美 还有明亮 最后一个字 就是要亮 那就是说 我们要强调的声音要明亮 之所以要明亮 才能够达到 声音很好的共鸣 有好的共鸣 才有很好的穿透力 才有很好的穿透力 亮 从哪里做起呢 就是位置 发声的位置 高位置 高位置 怎么找到 那就是我上一节课 用的第一个技术 第一个方法 就是要学会哼鸣 要学会哼鸣 哼鸣呢 生活当中有很多启发 有很多启发 在我们的声乐老师 经常是讲 要找到投声 要找到高位置 要启发面照音 要启发头腔 要藏自己的声音 上到眉间上 等等等等 所有的说法 其实最终都是找 都是让我们的 这个歌唱爱好者 都是要找到高位置 高位置 在我 在我的这个体会当中 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哼 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就是哼 或者对一个人 好像对这个人不服 你瞧他那个样子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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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哼 这个瞬间的这个哼 就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还有有时候 打开面照音 什么是面照音 生活当中启发 我们有时候 有人说 就像打哈欠 还有人说 吃苹果 啃苹果 这个苹果 哎呦 老大了 我特别喜欢 我咳得很 这个声音 这个状态 这个瞬间 就是很好的 哼明 也就把你的面照 找到了 面照找到了 但是呢 这个哼明有了 哼明有几个问题 需要给大家 讲一下 咱们分享一下 哼明呢 他不作用于生代 哼明 他的好处是 可以在人们的自然声线当中 把声音唱得更高 把声音唱得更高 好的哼明 可以高出正常人的声线的一个八度 高出一个八度 另外哼明在 很极有一弱唱 我们很多作品 不管是独唱作品 还有合唱作品 我们有太多太多 需要若声若唱的 这种音乐旋律 这个时候 就需要找哼明 另外呢 哼明 有些不足 他有技术上的不足 哼明 声音 音量不可控 声音的音量不可控 你想高 你想强 不是高 是强 你想把音量唱得很强 我也就 最大的音量也就这么高 这么强 如果我开口 阿明 我作语一声的 你看 他这个张力 他这个张力就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 对比度特别强 对比度特别强 但是哼明 这就是弱 这就是不足 哼明 但是哼明呢 其实有利于找到假声 有利于找到假声 这个后边我们就要讲 待会儿我们第二个技术就要讲到 三声一鸣的时候 其中就要说到假声问题 假声问题 好 那么上一节课呢 我特别给咱们的老师们 留了个作业 留了个作业 作业就是我想推荐一首作品 叫茉莉花 茉莉花当然版本很多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这个河北的这个名歌茉莉花 旋律不一样 这个比较欢快 还有一个比较舒展 很抒情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这个呢 我想让大家有先哼明 哼明呢很好 我很高兴 上一节课完了以后 有个别老师加我的微信 就问老师这个想完成这个作业 唱什么调 唱什么调 他这个原谱呢 给我们的调是讲义 但是我当时给老师回话 我说唱什么调 是高是低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位老师 他的歌唱能力 他的音域有多高 我不太清楚 总之 我是希望你找到哼明的方法 唱高唱低 在个人的能力 作为我们个人 我教的作业 主要是完 主要是找到哼明的方法 那么好 今天呢 我想我们在 在这个线上 我们先共同的 复习一下 我们上一课 我们留的作业 我想把这个茉莉花 这个歌谱 我现在传到咱们这个群里吧 传到群里 我看看我怎么传 因为我这个手机 这个版本 不不不 我这个手机是 Mate9 华为Mate9 有些这个好像 功能还没有 有些功能没有 怎么办呢 我就 哎呀 我就 我看看找找 找找 我现在传到 现在声乐的三群 我看到声乐的三群 我再把我的 电脑的微信板打开了 声乐的三群 我先传一下 然后我在传声乐一群 声乐一群 我找找 我在这群里 把他看到了 好多老师了 好的老师 看 声乐的 这是声乐的 这是声乐的三群 声乐的 我给 我给李老师吧 王磊老师 那我转一下吧 我转一下 我转一下 是王老师 我转一下吧 我转一下吧 好 我现在转给你了 转给你了 好 现在大家拿着这个谱子 拿着这个谱子 咱们就 我就来 解决 上一刻作业的问题 作业的问题 好 方法是 亨鸣 的技术 我要求 老师们 要做到以下 几点 第一 原则上 每一个业绩 换一口气 在我们这个作品当中 是两小节 一口气 但是 不完全 我们当时 完成这个作品 关于气口 有多不长 长和短 与音乐 这个 你在演唱 这个作品的节奏 有关系 节奏很慢 他自然 旋律就拉宽了 拉宽了以后 你对用气的支持力 就要特别强 那么 我现在待会儿 给大家固定一个节奏 原则上 就是一个乐剧 一个气口 再讲是 声音一定要流畅 不管是 唱高音 跨三个度 跨四个度 我们唱高音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它抖 不要让它像 忽然上台阶一样 上台阶 要流畅 都要舒缓 要舒缓 我们把哼鸣 就当做完成 这一个作品 就当做 你起眼前 一定要有画面 要画面 要有美感 要有美感 当然要注意音准 我们所有的歌者 音准是前提 音准是最基础 最基础的条件 好 下面我们 注意 我们先闭口哼鸣 都可以 闭口哼鸣 我在这里再启发一下 闭口哼鸣 你闭口哼鸣的时候 你肯定是 鼻腔 呼吸 但鼻腔呼吸 有时候在我们歌唱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就 待会我都会要求 我们每一个老师 一定要学会 开 开口哼鸣 这就是 我们立意 逐步逐步 我们往歌上靠 现在开始 用这个调 一二三 走 换气 闭口哼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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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了没有 是 一个乐句 一个气口 这样呢 它不容易破坏 音乐的感觉 不容易破坏 语言的逻辑 语言的逻辑 就像我们正常朗诵一样 我们朗诵 好一朵 美丽的 茉莉花 好一朵 美丽的 茉莉花 是不是 我们完整 所以说 我们的音乐 一定要尊重歌词 一定要尊重 词作者 因为每一首 优秀的歌曲 它一定要 由语言逻辑 所以说 我们原则上 我们的作曲家 根据这个 拿到这个歌词以后 它 一定要 很好地尊重 这个歌词 的 意境 走向 语言的风格 去 创作 因此说 我们在演唱 这个时候 我就要求大家 用一个乐句 来 做一次呼吸 好 现在我们再继续 再进行 再进行 你注意到我 我呼吸 是怎么呼吸呢 如果 单纯用 鼻腔来呼吸 你的气息 跟不上 或者 节拍速度 也跟不上 唱着唱着 你就会调拍 我们再来一次 我主张是 口鼻同时呼吸 因为 逐步逐步 我们歌声 就是要这样 唱歌就是要这样 再来一遍 一 二 大 大 大 走 语言的风格 好 注意 发现问题了没有 首先 口鼻呼吸 你的气息支持到没有 如果你口鼻呼吸 按我们这个节奏 现在我们线上的所有老师 都能够很舒舒服服的完成 好了 说明你的气息 你的肺后量支持力 是可以的 是能够驾驭这个作品的 如果说 我们现在口鼻呼吸 而且又是在这个速度下 你唱着唱着 每到最后一个音 最后一拍或者两拍 你支持不住 对不起 那说明你需要加强气息训练 加强气息训练 但是一说到气息 这又是一个技术问题了 这又是我们歌唱需要 又掌握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问题 气息对我们的歌唱是极其重要 因为是歌唱的发动机 没有气息 没有电力支持 没有动力支持 你不可能唱好歌 那么气息 我们随后再说 我们今天就说哼鸣 就说哼鸣 我们 我先启发大家 就是说 你够不够用 够不够用 好了 还有一个位置问题 我们首先说 为什么要唱哼鸣 因为哼鸣 我们所有解决的歌唱的目的 就是一定要上到高位置上 上到高位置 为什么有些歌手 唱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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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把位置掉 或者是越唱越白 或者是越唱越唱 声音唱低了 是有些人唱着唱着 音不准了 唱跑掉了 为什么 是因为 横鸣的位置 没有支持住 没有支持住 没有力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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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容易出现在哪里呢 最容易出现在气口上 所以说 我们现在还有练 我给各位老师再次启发 要想把声音一直理得住 声音的位置 一直在哼的位置上 一直在眉心以上的位置上 永远记者 气口非常关键 有些我们老师换一口气 位置稍稍低了一点 换一口气 位置稍稍低了一点 再换一口气 位置上去 最后 滴着滴着 完全找不着了 完全找不着了 好 还有一个就是 当气息支持不住的时候 会到每一个乐剧的最后一拍 甚至是最后小半拍 他的声音出现抖动 出现 这个叫 叫这 知道吧 这个声音就说明 气息支持不住 声音已经 开始出现 不协和音了 开始不协和音 那么 声音的质量 就开始不好了 那就叫漏气了 怎么办呢 做脸 反复脸 好 下面我说的这几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初学者歌唱当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现在我们重新再练 第一 哼 你如果闭口又哼鸣 找到了 你就开始开口哼鸣 开口哼鸣 待会我就换母音 换母音 解决另外一个原因问题 现在我们先闭口哼鸣 开口的第一个音 咪 哼 开口哼鸣 也行 注意啊 不管音再高再低 位置都是在哼的位置 开始 注意气口 注意气息 鼻腔同时 呼吸 把气吸足了 呼吸 一大片 出气 一条线 那就是 把你的气息 用匀了 一条线不要断 一条线 注意啊 气息用足 重新来 吼一大大大走 你注意到了没有 在启发 双唇口腔是不是在震动 在颤抖 有麻木感 哼一直在哼 什么哼都是在这个位置上 现在我们开口哼 开口哼咪 一二三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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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口后面以后 你发现一个问题了没有 老师们 你可能会发现 哦 这样呼吸感觉舒服了 不像刚才闭口后面 是不是 有时候一口张得快 张得慢了 还是张得快了 有时候气息跟不上了 因为我们节拍是有规律的 节拍是固定的 这就唱合唱一样 有些人总是比别人稍慢了一点 那就什么了 呼吸问题 呼吸跟不上 有时候我们就 这就是唱歌要学会偷气 甚至学会抢气 这后边我们要说 偷气抢气 这是气息 这是气息的技术 技术问题 我们现在就说哼鸣 今天我们就是要巩固上一节课 就是哼鸣问题 你当着哼鸣 掌握住了 现在就开口哼 好 开口哼鸣以后 还是在这个哼的位置上 你听啊 哼哼哼 注意了 哼哼哼 解决不同的母音状态 但是还是在哼的位置上 哼哼哼 看我的舌头啊 打开 自然下 自然扑下去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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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声带打开了 现在闭口声带不工作 开口声带打开 好立足位置不要动 好反复 解决找到刚才茉莉花的第一个音 开口哼鸣 闭口哼鸣 开口 阿鸣 好 解决一下 检测一下 检测一下 好一直在哼的位置上 注意啊 千万记住 自始至终都挂到哼的位置上 高一点 换口气还往上走 再换气不要掉 不要掉 检测你的声音位置掉与没有掉 第一每道气口之后的第一个音 哼一下 解决找到位置 对不对 对不对 哼 也就是还是哼 也就是还是哼 注意了 开口哼鸣 位置不掉 一直挂到眉心上 一直在高位置 一直把面照音找到 一直打开面照音 这问题就解决了 哼的位置就解决了 哼的技术就掌握了 哼的技术就掌握了 哼哼 哼 哼 黑 哼 哼 怎么响 啊 看 我们中国的汉字 两万多个 我们最常用的汉字 四千五百多个 但是四千五百多个 他生母与孕母 我们在歌唱当中叫子音和母音 他不管四千多个多少个汉字 最后母音 五千多个 四千五百多个汉字 最后母音 无外乎都落在四个枪体上 这个枪体就是我们说的 开口乎 搓口乎 齐齿乎 和口乎 那就是 我们用这几个原因 他唱什么歌 中国的汉字再多 最后都落在这四大枪体上 猴舌齿 猴舌齿牙唇 我们五声 所以说 他无非就在这四个枪体 在这四个枪体当中 你必须在 必须找到亨鸣的位置 再巩固 好 这个找着了 我们现在就用阿鸣 就是开口 开口声 来再次巩固一下 阿鸣 你看啊 是不是在亨的位置啊 换气不要吊 前往记住 每一道气口的时候 最容易吊位置 最容易吊位置 前面我们从启发到现在 从进入课堂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说 亨 那么亨的位置找着了 我们现在 我们就唱歌词 唱歌词 唱歌词还是在亨 你看 唱歌词就是有几个母音状态 你看 好 老师们 我现在 在唱歌之前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说 作为我一个合唱指挥 我当给团员们 排练合唱的时候 我要备课 我要做课前的 这个功夫 做我们 线上的老师们 拿到歌谱以后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我想呢 首先你要看一看这个歌 看看这个歌 熟悉这个歌的调是 熟悉这首歌的音乐的风格 和音乐的走向 另外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熟悉这首歌的最高音 和最低音 在你的声音的可控范围内 不要盲目说它是什么调 我就唱什么调 因为每一个老师的生理条件不一样 自然的出来的声线 音乐的宽度不一样 所以说 不要盲目去追求 它的音高 只解决你能不能唱 比如讲这首歌 最高音 是都 那么 如何 再找到这个 这个首歌的最低音 是什么呢 最低音 我现在看是 最低音是so 是so 那么 我就可以从 找最高音 好点 唱到这个低音so了 so 找到头音 第一个音的me 这就是你的开口音 这就是你能驾驭的 你能驾驭的 或者说 这是我能驾驭的 最高音 我唱到这个高 找到最低音的so 好了 这就是我 我适合的音语 我适合的音语 最高音是do 我刚才唱的 那么 我都要找到开口音 就是这首歌的第一个音 第一个音是 好了 我找到了 怎么唱呢 开口 你看 最后一个音 你看 这就适合我的音语 我都能驾驭 我还可以再低一点 可以再低一点 好 这就是说 你这个线上的老师 你唱歌的时候 一定要唱出 适合你自己的音语 不要盲目 不要盲目 许多声乐老师 游戏的声乐老师 非常强调 每一个歌者 要唱出你自己的声音 你自己的音语 适合你自己的作品 任何一首歌 你听的再好听 那是别人的 也许是女高音 男高音 他唱的很好听 但是 如果你的音色非常好 你对这首歌的音乐的理解非常好 你完全可以唱出你自己的歌声来 唱什么歌声呢 你可以唱中音 你可以唱低音 你可以唱次高音 一样好听 一样好听 所以说 首先解决自己的音语 能够自己驾驭 能够自己可控 那好了 我们继续再回过头来 还说到这首歌 这首歌呢 找一个适当的 也就是我们的 什么呢 我们就是穿衣戴帽一样 找一个平均号 找一个平均号 这个音啊 好一朵美丽的梦 好一朵美丽的梦 OK 我们就找这个音 好 我们现在开始唱歌词了 唱歌词注意 在哼的位置上 我们歌词当中 每一个字 都有自己的子音和母音 子音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字的生母 我们的母音 就是通常我们说的 这个字的孕母 我们的孕 于母音 我们就是母音落到原音上 原音怎么走 注意 注意 瞬间 要快 瞬间 就要拉到母音上 拉到母音上 就是我通常讲的 就是竖好腔体 外收内开 外收内开 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立到横上 立到横顶上 现在开始 找高位置 找好 你看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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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不掉 可不敢这样 第二 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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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横一 不能是 横一 就会掉了 好 一朵美的地 茉莉花 不能是花 又掉了 好 好 一朵 美的地 茉莉花 好 一朵 美的地 茉莉花 注意 茉莉花 很 茉莉花 美的 满 纸 压 光 hab 的位置 压 横 不 压 压 很 你想 有 白 人 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音乐是往下走了 音乐的走向往下了 但是未知不能往下走 莫莉花 莫莉花 不 这是莫莉花 莫莉花 完了 完了 这就掉了 未知掉了 声音掉了 声音一掉了 你注意到声音就白了 声音白了 没有枪体了 因为你位置挂不住 挂不住 所以说这个哼自身中挂住 而且每一次在气口上一定要挂住 那么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给老师们再分享一下 在歌唱之前 一定要用朗诵的状态把歌词熟悉一遍 而不是用讲白话的状态 你看 我想叫大白话 大白话是没有枪体的 是没有位置的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我用这个位置来唱歌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大白嗓子 完全没有位置 我们太多初学歌唱的人都是这样 他觉得我把旋律唱出来了 我只要能把这个歌唱唱会就行了 但是他不好听啊 所以说现在我们用朗诵的状态 朗诵就是没有旋律的歌唱 朗诵就是没有旋律的歌唱 但是朗诵也是表达 朗诵也是美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朗诵的状态 来熟悉这个歌词 比如讲 好哼哼 嗯嗯 好好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直声 直声 单音 好一全是米 米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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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好 这也行 也行 用普通话的状态 用四声的状态把它朗诵出来 都可以 但是 这样可能会简单一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始终 我要求你就立着哼的位置 好 嗯 好 好 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好 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以后 我们再实践一遍 我们再实践一遍 完全放开的唱 哈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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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白有香有白人人夸 让我来将一朵霞 送给别人家 莫莉花呀莫莉花 哈 好 老师们 那么 在这个前边 我一直是在巩固哼鸣的问题 因为哼鸣 在歌唱当中 是重要的技术 是重要的技术 但是当哼鸣位置找到了以后 你注意到了没有 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 它无形当中 你就会找到一种腔体 你看 哈 你就不会 哈一朵美 这又 声音又白了 这又是成了什么 这又成了外开 外开 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 位置找到了以后 无形当中 它就是一个 外收内开的状态 哈 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你看 是不是 里边打开了 里边一直打开了 哈 哈 莫莉花 哈 一朵 莫莉花 哈 注意到 所谓外收内开 还要理解一层意思 就是 小口腔 小口腔 歌唱的时候 所谓把嘴巴打开 老师经常把嘴巴打开 不是让你的嘴巴是 好一朵 好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不是这 不是这个意思 是外收内开 是把嘴巴口腔打开 老师们 先生的老师们一定要注意 每当我们说 要把嘴巴打开 嘴巴打开 是把口腔打开 是不是完全的双唇 把外表的双唇打开 是 喝一朵美丽的莫莉花 是把口腔打开 口腔打开 好 那么 这个亨鸣找着了以后 他自然的 口腔的腔体 他就 你就很容易找到 口腔腔体就很容易找到 口腔的腔体找到以后 你的位置自然就找到了 自然就找到了 那么 下一节课呢 我想就给大家讲 歌唱的气流走向问题 是往外走还是往内走 因为外收内开 枪体走 枪体有了 自然枪体有了 所以说我就要讲气流问题 这就是我经常也给朋友们讲 我们这个歌者 一位歌手 嘴巴要具备两个功能 说话 气流往外走 唱歌 气流往内走 就是 气流往内走 就是说 把内口打开 两张嘴巴 一张嘴巴是用来说话 另外一张嘴巴是用来唱歌 说话气流往外 唱歌气流往内 所以说我经常说的 往内口走 往内口走 那么这个问题 关于气流问题 气流的走向问题 关于还有气息问题 还有 甲声问题 弱唱问题 我们 留在 下一节课 下一节课 哎呦很遗憾 这一会儿 本来我想给老师们 呃 呃 给老师们留一点时间 我们做一个五分钟的互动 我想听一听 看看 有些老师可以举手 有些什么问题 或不解 给我提出来 呃 我很快 会把今天这 这堂课的 呃 这个主要问题 还有些作业 呃 我会 用文字的形式 传到咱们的各个群里去 呃 或者传给咱们的 呃 呃 呃 传给李主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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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问题了可以举手 可以举手 举手这边打开声音 举手留言都可以 举手留言都可以 对举手留言都行 或者是下来了以后 有个别老师想加微信呢 也可以 不客气不客气 我看有留言谢谢老师非常好 谢谢不客气 我的特点是 我的特点希望是通俗易懂 通俗易懂 这边呢大家该举手举手 有啥问题可以留言 在里边留言都行 再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美洲这个时间 是声乐课时间 就是加东时间 七点到八点 国内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是 就是周五的 上午的八点到九点 西部时间呢 在温哥湾时间 晚了三个小时 开家里就晚了两个小时 比加东 大家把这时间好都行 这是一个 大家有什么问题 现在 王老师还在 你可以提问 王老师你看看有留言 我看有没有留言 有一个 王老师解的很好 王老师谢谢你 谢谢 王老师解的很好 下边有一个是 开口 如何选好开口音 如何选好开口音 我记住了 我随后 我随后在群里给大家 就这个留作业的时候 我给大家这个问题 讲明 好吧 行行行 然后还有二维码 大家要如果不在 声乐群 声乐群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是四个群 一二三群 是我们对所有人的公益群 一二群三群 还有一个是会员群 会员是支队会员的 会员群 就是一共是四个群 说大家能扫满了 现在能够扫满了 你是会员 你可以给中心申请 你可以给你拿到会员群 其他呢 你中心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这个群的二维码 我给大家发一下 如果不在这三个群里边 就是说这个群 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你如果在会员群 也没必要进这个 进这个声乐群 三群 如果你在声乐一群二群 或者在会员群 你就不要进这个群 大家可以扫 这是这个 我看看 我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